今天来试玩一款国产游戏 虽然这款游戏不像仙剑7一样 优化有大问题 但是玩起来还是有那么点问题的 打开之后画风 怎么看都是这个八方旅人的感觉 前面说到这个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这个游戏根本不支持这个手柄 只有鼠标和键盘 而且这个键盘鼠标支持也是相当自由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片头 然后跳入游戏试玩 对付这个不支持键盘鼠标的游戏 一般通用方式就很简单 搞一个这个手柄模拟东西 开一开应该就行 这边开的是闪右手柄救手 手柄伴侣全门的也可以 GPD这个也可以 反正都可以用 这个游戏的鼠标操作逻辑是有点奇怪 它这个几乎你要同时使用键盘和鼠标 才能玩这个游戏 这又导致很尴尬 很多这个掌机根本没有键盘和鼠标 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呢 真的是让人摸不到头脑 然后触屏呢 也不是这么完美的支持 你看我这边按人物菜单什么的 就触屏完全按不出来 只能按一下就消失掉了自动 这个石头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寄出504的这个光电鼠标模拟了 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就是 这个这个出户版 只是小一点 勉强用呢 是可以啊 真的是勉强用是可以的 在精细操作和一些 频繁需要鼠标情况下 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用的 但这种游戏不是应该登录 Switch这种的吗 迟早应该是登录其他名牌的吧 这个手柄一点都没试飞 到时候怎么弄啊 这个如果需要完整的鼠标和键盘的话 到时候操作起来是很麻烦的 它不能像一些战略游戏一样 直接数格子移动啊 很麻烦 就如果你即使是用这个514的光电鼠标 你还是得配合一点点映射的物理按键才能玩啊 不然按起来实在太复杂 甚至还要点触屏啊 比出屏这个快一点啊 比光电鼠标虽然更快 希望国产游戏还是优化一下这个操作逻辑 然后稍微加大一下字体 我因此这个屏幕看这个字体还是稍微小了点啊 后面就是个正常试玩啊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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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